然後我們現在就先請羅律師、羅米騰律師 大概花20多分鐘到25分鐘、30多分鐘 對這個時間來講一下 那個法官犯錯的情形是在什麼樣情況會發生的 那我們現在再次熱烈掌聲歡迎羅米騰律師 好,各位各位好 我今天喉嚨的狀況不是很好 但是為了這個事情我們在樓上已經吵架了 那個高律師妹來做法官 我本來跟他講我們兩筆說誰先講 那互推 我說筆蓮智寫出道早先筆我比較早出道要講 那你應該先講 法院的評議法官如果要發言是之前的人 出道晚人家先講話 因為我們後面就老神在在聽你整個講再說 結果他就給我補一句說我是法官 你 法官在法庭上法官講完算 你先講 好,那就我先講 這麼說好了 剛剛這個 很多次我介紹的理由 對那個路人講特別有興趣 過了這個折舞看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就嚇人了 很危險 路人會被被告的 剛才跟你講看過這本書 路人被被告這本書 那本是平運會的第一本的譯著 因為台灣的冤出案的研究幾乎是沒有 就是說有一些個案的一些策寫 然後下面這邊寫的3EKT事件布置 講的是書建合案 或是更早 他也對書建合案有無財的青春 這種書有 但是就是說對法官或司法如何犯錯這件事情 是沒有任何的專書 所以平運會在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有不足 我們又寫不出來 所以就先去借人家 那第一本屆就是路人被被告 那為什麼大使先選這本書的原因在哪裡 是這本書是美國 一個米吉尼亞大學的學者 那這個學者 是美國的Innocent Project 已在裡面做過義工 那後來他佔定法醫學院之後 他回頭從Innocent Project的250件的DNA錯案 剛剛有講說我執定有救援一件 執通期的DNA錯案 那個人給他第一件 美國已經有250件 沒錯 應該已經有350件的錯案了 但是這一個美國的 Brack這個作家 這個學者 他寫那本書的時候是300多件 他挑了250件 那250件可以講就是很結實的錯案 不是罪寫不出來 那就是actual innocence 就是說真實無辜 人不是他殺的 事情不是他做的 那種冤案 那250件的量已經夠大 所以他就開始做一個類型化的分析 就是說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那這一本書 他除了講述美國的這些冤案故事以外 他把它類型化也有六個冤案的成因 我們一般稱為錯案因子 你錯誤造成的原因是什麼 在個案分析裡面 就會得到一些結論 那他透過250件 都要進入案情 要看卷宗 要把每250件的卷宗全部看完 然後像這個作者 這個作者 大概他講述的冤案 大概你的判決書 他自己的講法 一句一句 就是一定要很透徹的去了解說 是不是真的有錯 還有錯的原因是 那路人被配過那一本書 我們在平衡會的年度過程 最近是大千年 你邀請這個作者來 跟我們講述一下 美國的冤案的一些情節 那第二點 平衡會出了一本 日文 其實是有計畫的 經理工 在日文 日文就叫《冤醉作者》 那《冤醉人》這一本書的作者也很特別 他做過法官 日本法官 再推下來做律師 那一本書他誰給寫看 日本他們在已經事情應該有六年 裁判連制度 就是人民參與承判 他說法官會願望人 那老百姓做法官會願望人 也可能會 只要人做法官都有可能願望人 不管是什麼人 所以他做法官很危險 人民去 平民老百姓去做一個裁判者 那會不會產生願望人的事情 他要建議事情需要溝通溝通 他就出了一本書叫《冤醉論》 翻得有點太學術味了 所以後來想想說 這一本書 在日本真的要給一般人看 真的還不太容易看 我們看後來翻譯結果 是反的比較像法律人看的書 而不是法國的書 但是日本人這種書非常多 那這一本是比較特別的 是從一個一般人的角度去寫 所以他講的叫《冤醉的教人論》 事實上就是 要跟這些未來的裁判員溝通說 你怎麼避免犯錯 司法會犯錯 你怎麼避免犯錯 那他也講述了好多日本的約曼 還有約曼的成績 但是他不像第一本人被被告 那麼有學者的系統性的分數 第三本我們就很頭痛 美國、日本、德蘭 這樣就找了德國 德國當時有列了十本書的書單 我們就去群組裡面 這個PNK的成績去投票 後來就投到這本書 這本書當時我也是其中一票 理事長一票而已 我投了這一票 內容當時完全不知道是蔣史長 大概知道而已 但是完全被書名所吸引 書名就是法官極其被害人 這個董德倫就是 The Richter Design of 我們是執意為法官的被害人 那個時候我感到哇 這麼犀利 這個書名算很爽動 在德國離職的法官說 法官是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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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法官的被害人 是被法官所害之人 就是無辜的被告 所以我說這什麼來源來著 後來發覺說 他還不是一個純粹的法律人 這個作者 叫Thomas Downstead 這個作者 他是一個明鏡周刊的記者 特約的司法傳書記者 這個記者 他其實是法學博士 我最近知道 他是在德國取得法學博士以後 他連司法官的資格都取得 只是他不想去做 那他在我們的訪談裡面 他提到說 其實他在學法律之間 他是一個記者 他就已經是一個記者 他為什麼去學法 他說他想從法律裡面 去學到一個訓練 是對邏輯跟問政的能力 他認為德國的法律教育裡面 能夠提供這個訓練 因此他取得這樣的訓練跟資格以後 他是回到他記者的訓練 那以他這樣的一個出身 背景 大家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 他在整本書裡面 他除了具有很精準的報導的 文智東力以外 他大概有病案性 這個大概一般記者 要代表這種病案性不太過 那又有一些法律的專業背景在 所以我們一直很好奇 他為什麼能夠取得 一些德國的專業人的信賴 或許他訪談的羅法官和律師 為什麼取得了信賴 我想是這個記者 可能不是一般的記者而已 那他是因為在明天週刊的一起 報導一個冤案 真正的奉命故事 明天週刊 各位知道在德國是非常知名的週刊 台灣現在大概沒有 可以跟他相比辯論的這種週刊 影響力非常大 他們一起講述了德國冤案的那個奉命故事 引起很大的迴響 他的主編就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在我們下巴掌 把他列成一個書 他就說 各位你要回來試試看 所以在那一個報導之後 他就收集了相關的資料 他在德國所能夠收集跟知道的一根書案件 然後就開始追蹤分析跟接受 最後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的封面當時大家吵一下 這個封面應該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這個尼宮 各位現在看的是邪了 原來是改正 那我對正的東西就是看起來很不順 我說你要不要把他閃一下 歪歪的比較容易 歪歪的比較不容易走得出來 是完全有時候像民工 就是說反復的根神 到底哪一個是真相沒人知道 就是走不出來 這個走不出來的人不是法官而已 走不出來的人更被害的是無辜的被告 一直撞牆 一直不知道出口在哪裡 本來這一個衛城對這個蘇女的意見 他認為這個蘇女在台灣還是很所謂 法官的被害人 你如果沒有看復標 他有講受我自己台灣的法官 復標叫德國冤案事件不好 那所以他本來是要把那個復標當作這個正點 那復標是就是當司法犯錯事 類似這樣的法官不犯錯 就是當法官犯錯事 我當司法犯錯事 本來用這個書 我反對 我激烈的反對 我說我本來就是喜歡跟法官的被害人 你這樣這個正路翻轉 這個不能接受 所以在堅持底下還是用法官的被害人 這應該是一個正確選擇 那事實上他裡面的復標是比較中性 就是當司法犯錯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們就講說是德國的事件 所以我們復標沒有用這個 就用德國冤案事件 那我認為未曾很厲害 就是抓出來一遍的一些 一些就在這個書封上面 這個書封很手動 德國聯邦最高法案的法官估算 德國刑事判決很可能 私人之一是冤案 沒有錯 德國聯邦最高法案的刑事 某個刑事法官這麼說 那這麼說的請各位要稍微注意 這個是不是叫四分之一都是冤案 這有一個範圍 也可能是四分之一是錯案 冤是等於錯嗎 錯是等於冤嗎 不一定嘛 該判有罪的人 你把它判無罪也是錯的 錯相對比較中性 那該判無罪的 無辜的你把它判有罪 那叫錯相加錯人 通常有人講說 這個錯方一個人 錯判一個人 有什麼差別 有一個簡單的回答 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 你如果錯判一個人 就是不應該判他 人不是他殺的 你判他有罪的話 你可能是犯兩個錯 犯兩個錯 為什麼犯兩個錯 就是 不應該他負責 你把它判有罪 這是第一個錯 第二個錯 同一時間真正的兇手 消耗罪的話 裡面會去追訴 那也有另外一個錯 在那邊沒有被處理 那這樣的一個 這一個著作 各位就可以看到說 德國透過 都透過這個作者的這一支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整個德國的司法實態上 你這邊好多法律系的學生 德國算是大陸法系裡面 我們的法律種族國 我們的近代法律 從大陸整套過來 有一部分就是人 這個法律的影響 但是日本的學生 放不多 那更不用講 在我們一般的法律訓練裡面 受到德國的這個 學術著作影響很大 但我要講的是學術著作 其實長期以來 我們並不很了解 德國的實務上的 運作的實態是什麼 這本書大概是比較少見 透過刑事案件 尤其是指數 冤錯案件的 讓我們看到 老實講我第一次看到 非常震撼 讓我完全不能相信 這個國家能夠出那麼好的車 很好車 騙子 但是發了錯誤 有些時候比我們還驚人 那這個作者幾乎非常不留情 很不留情 他說 德國的司法是人肉 我以為是講我們 那個德國哪個是拿掉 台灣講得還蠻好 講德國不太能接受 怎麼會這樣講呢 德國何其好 我們是都要學習人家 人家是我們模範 搞到半天他這麼的不堪 真的這樣嗎 前面他開始講 前一次我們開始自我懷疑 你甘工去的吧 這個你講的是弱國國家嗎 德國不是欸 應該不是吧 應該不是吧 應該不是 這個作者在講述這些 德國人冤難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有點假意假訓 因為他是寫作的一個策略 各位看就是說 他不會把一個故事一直講來 各位有沒有看另外一本書 剛才有人提到 不完美人正義 不完美人正義 Stevensson也是這樣 這個是因為我寫作詞 他故事一路講完就不好看 所以他就會分段寫 所以像解法官講說 這個故事也是說拖到有點長 前面講一點 中間講一點 後面再講一點 他不是一口氣講完 那他這種故事寫法的原因 是因為他有一點要加意加虛 因為他有一些評論 講述評論 各位看這個書 如果這樣看的話 就能夠比較容易理解 那這一本書 各位如果看到 到裡面 推薦序 推薦序 耍了一點書袋子 書袋子 然後有點文青風 叫冤醉風險 由氏初春懸崖上的博敵 聽到嗎 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再聽一次聽不懂 我的台灣國語很好 所以不容易聽不懂 冤醉風險 好像是早春 在懸崖上的博冰 那換一次 春天的博冰是 最讓人家沒有防心跟戒心 就是很容易就摔了 以後是溫冬 哇 雪下得很厚 冰也會小心 但是 哇 春天來了 但是事實上 冰還要完全不晃 那如果他又是在懸崖邊的話 那就很危險 一個看這個 看這個 看這個 看花 看鳥 看景色 但是一不小心就滑了 一滑可能會跌落到懸崖裡面去 所以 這個書名 我當時在寫的時候 是最後才選擇 我沒有今天進入這個書名 這本書 試讀的時候 我整本書讀完後 我還不曉得 我應該要寫 下什麼樣的一個題目標語 那後來整個寫完以後 各位看 我引了一開始 書前面的這句話就是 一遍作者引了一個叫 其實不是作者引 是一個冤案的律師 在辯論的時候講話 我想德國的律師在辯論的時候講話 好欣賞 可以引詩 他跟法官引了這一個詩 這個詩人叫 史塔尼斯洛里克 都不重要 他講了一句帥話 在那場雪崩中 雪崩會造成災害 那這個災害 沒有一片雪花 會感到抱歉 沒有一片雪花 沒有一片雪花 會感到抱歉 他一定是雪花說的一層 一片一片雪花的一層 他崩了 他把人埋了 但是你問每一片雪花說 是你搞的嗎 是你造的 沒有人會承認的 沒有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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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案子 那一個在書中講述 德國律師引述這個 私人這件案子 其實他在指控一件事情 是沒有人需要為冤案負責 沒有人需要 沒有人需要為冤案負責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會認為都不是我的事 警察做錯了 警察會這麼說 警察可能回頭指的是法院弄錯了 不然是整個案件 它像一個生產線一樣 它一個流程 每年都會碰到 一段一段的流程過程裡面 張三、李四、黃五 大家都會分擔一點真理 某種情侶它變成分散 這個雪花其中起來造成的災難 當然沒有人會給你負責 另外一個確實如此 書中的這個作者 他也指出到一個現實在登國 也不是只有登國 台灣也是一樣的 法官會認真去檢討他案子為什麼判錯了 第一個法官應該先承認我案子判錯了 大概沒有吧 至少我到目前沒有聽到哪個法官起來說 不好意思 我跟你弄錯了 是有錯 這個都是替別人道歉 日本的有名的DNA的錯案叫尖加力合案 這個在台灣一個翻譯書叫冤醉 這本書是這個冤醉 這本書是尖加力合這一個無控者 跟他的律師佐藤波士 佐藤波士我們兩年前了解他 一起和諧 單訴章是尖加先生寫 雙訴章是他律師寫 也很好看 就是一個受蒙冤無故人講述他的整個蒙冤的故事 另外一個是他的律師講述案件的一個過程 尖加力合案當時在省前後 日本三個法官是在法庭站起來 一群共道歉 這個場景在台灣到目前為止都很感到 不管哪一件的冤案 沒有人會出來跟你道歉說 抱歉行或搞錯了 不會 那德國我在看的時候 就在剛剛講的引述的這一句 私人那個案子的法官是起來道歉的 也是起來道歉的 但是各位我要講的是 把案件平凡的法官起來道歉就有點怪 就是說別人弄破的碗 我要起來道歉要抱歉 這個是我能過錯嗎 那真正辦錯那個人有沒有被追究出來 或是他會不會去反省說 怎麼會把人家搞錯 是哪裡的地方出的差錯 所以這個作者在裡面講的一句 聽起來已經看起來是很誇張的 他說 司法 他很如今這樣批判 司法是唯一一家 允許自己不必從錯誤中學起的大學企業 司法是一個大學企業的事 真的很大 判生判死 判書判年 大學企業 司法是唯一一家允許自己不必從錯誤中學習的大學企業 趕快知道是人為錯誤還是系統性的錯誤還是製造或設計的錯誤 那我們呢我們不會 那我們是故意不會嗎 是制度上當然不會 為什麼 因為沒有這個制度去檢討 說哪裡有錯 比如說 剛剛有說是工程師或是電子業 我們都強調良慮 我當然不能把司法判決跟三系產品完全沒有 但是概念有相比這個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很多的產品的設計要避免錯誤 我們稱為防錯機制 再怎麼設計可能還是有錯 所以各位知道有很多防呆 為什麼 就是怕你錯財防呆 笨笨 要嘛就是說 他可能會有一些elang 告訴你說 這個容易犯錯的地方你要注意 所以他有一些糾錯的方法 那錯誤造成後面的頻款 就可能要把這個錯誤出去 然後再feedback回來 可能是設計或製造的問題 這應該很容易理解吧 好了 現在我們都發現司法有一個錯誤跟錯案 有沒有從這個個案出發回去檢視 這前面發生的所有流程裡面 哪個階段是關鍵性的錯誤 造成這個錯誤結果的關鍵性錯誤 每個案子應該都不一樣 如果你看多人被被告250個案件 真的暗暗不圖 即便可以最後類型化成六種錯案原因 但是暗暗不圖 但每個案子的錯誤可能都有被告的機會 比如說今年就在今年8月 我們在邀請美國一個檢察官 德州檢察官 來做我們論壇的Pino Steve 他講什麼 他講的是檢察官如何發現錯誤 然後在發現錯誤以後 如何做系統性的分析跟解決 他們怎麼做 有一些那種精神 你看好快哭 因為怎麼會差這麼多 他們發現混合型DNA的犯錯誤 解讀的錯誤 污染的錯誤 所以他們發現羅某個案子 發生解圖上的錯誤以後 嚇到 他做什麼 把這個案子救了 當然要做 你這個案子把它平反掉 檢察官自己平反 不是說律師一聲請 是檢察官發現錯誤說 原來是我們弄錯了 我們要把它處理掉 這在美國有一個字 叫定罪完善的小組 這在檢察官的自我糾正錯誤方法 這樣就好了嗎 開始追究 有多少件的DNA混合型的解讀案件 沒多少的DNA的解讀案件 全部清出來 重看 然後呢 檢察官附有一個告知義務 因為他已經發生了這種錯誤 就像喔 就像那個汽車的招回通知你知道嗎 他就寄信給所有這一萬千人的 律師跟當事人講說 不好意思喔 我們現在發現 有這種解讀錯誤的經驗 在發生在某個個案上 但是我不太確定你有沒有 不過 你也可能真的 你會犯相當的錯誤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經驗 請告訴你 要幹嘛 要去處理 他不是只有處理這個案子 還要處理其他案件 那個檢察官跟我們這樣講 做的過程 你會知道說 如果發現這種科學證定錯誤的態度 其實沒什麼 就一定要清楚 要徹底 我們有這種文化 我們有這種精神嗎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所以 在德國 如果以這個作者的看法 托馬斯的看法 也是沒有的 也是沒有的 那這樣的一個問題 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其實我看他的分析裡面 非常的無異 所以說他知道問題之所在 但他也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 原因在哪裡 原因他指出一個 所謂司法的核心缺失 這個非常重要 就說 好 我們剛剛問題很多 那你能不能指出 那核心缺失在哪裡 我認為他指出來 而這個核心缺失 指出來的那一刻 我看到那一段的時候 我有點奇蹟於誤 因為我認為他同時之間指出 我們一樣的核心缺失 就是法官不會認定事實 我慌啦 法官不是天天跟事實在打口嗎 天天在認定事實等等 法官不會認定事實 那你要吹吻嗎 德國的法官 也不要講德國 我們的法官都很好吧 我的意思 他們都是應該有很好的大學 法學教育出來的 大部分 甚至應該全部都是 經過特考 經過訓練 然後才分發去做法官 不管你怎麼稱呼他 但是基本上這個數字 應該是社會一般的數字 以上才對 那怎麼會說 他們沒有這個能力呢 這一個非常好的提問 在講出一些什麼 因為他回頭去看德國的法學 訓練和教育發現 德國的法律系 跟我們的法律系也差不多 是一個刺議學的教學方法 告訴你如何正確解釋法律 不過我們99%的時間都在學這個 從沒法第一條開始學起 到你後面學的行政策法 你叫逐條刺議也好 或你大學的法律系教授 在演繹那些假說以說評出來 那不都是法律解釋的正義 告訴你怎麼解釋比較正確嗎 一個案子在法官手上 包括個人經驗 前法官大概也不會反對 產生那種高度的法律證明 讓你為難 不曉得應該猜哪一說也好 不是沒有 但是其實並不是非常的多 除了像前法官那種高官 每一個條文看起來都是一顆鬼 所以他們也對 否則大部分 會限於說 我應該回去找書找案例 來解決這個法律上的爭議 並不多 大部分的證據在實施 這本書也告訴相同的問題 這本書他們有對德國五百會的法官 他引述到麥子大學 做實證研究 德國五百會的刑事法官 被問卷說你們認為什麼最難 反正七十以上說認定自私最難 好 這個問卷很有意思 他問說 好啦那你們這些刑事法官判了以後 你們很有自信說我判得對 沒有後悔了 所以怕你又不會後悔了 這個晚上睡著著叫 早上起來趕照著鏡子看著自己 這個是我 有多少 達至七十幾趴 高嗎 你要倒過來這樣講 就是說被問卷的五百個法官裡面 有四分之一的法官是不太有把握的 那人們應該要慌 就是說如果有四分之一 四個裡面和一個法官 他判出去可能會後悔 那是什麼樣的天地啊 就他也沒有確信 人家這個問卷如果是可信的話 就是這些法官很忠實地面對自己所產生的困難 面對的困難 那在這種前提下 人們就要開始追問 就是說法官為什麼會感覺這件事 認定事實這件事非常困難 原因包括剛剛有聽眾的頻道 就是說事實也好科學證據也好 到底在法庭怎麼呈現 是追求真相的目的危險 還是那個過程的危險 在法庭上呈現的事實如何評價跟判斷 有人問自由行政 這一題我就讓給全法官來講 他的觀察是 德國的大學的法律教育 後面的法官的訓練 完全沒有針對如何認定事實的能力 做任何課程的安排跟訓練 你說這個需要訓練嗎 可能點多 可能需要 認定事實這件事情 比如說什麼是科學證據而什麼不是 一個證據評價的邏輯 或者說他怎麼去論證 這個要訓練 這不是不學恩 不是會讀書就會 因為事實認定可能還牽涉到 他的深層背景 每個人不一樣 那你維持他深層背景的這種複雜度 可能就是陰暗而已 那那個法律是認定的客觀性不在 那法官能夠截至他在一個案件上面 個人因素的影響的偏見嗎 而誰來截至 誰來見過 就是那個幽微的內在獨立 如何被看到而被發現了沒有問題 那這些在我們的訓練裡面 跟那個我們一樣就是沒有 各位知道我看了這個書以後 我找了一個學者說 我們兩個來合開這個課 我們兩個來合開這個課 然後他開始坐門前嗎 你講了一點都沒有說 後來反攻自問說 我們兩個沒有資格開這個課 我們沒有研究 我們也沒有受到類似所謂的這種訓練 台灣大概看不到任何一本書 叫做犯罪事實認定論的書 類似 這本書有提到 德國的法律書 漢流沖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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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來找去也就是三本 那也就是德國也很少 就德國的學術界 還是跟台灣一樣 都是在條文上的解釋 花很多的功夫跟精力 但卻沒有花很多的時間去處理 怎麼提升或訓練 以後的法律專業人員 如何正應的事實 那就產生一個很大的備反 如果未來的法官 他們在辦案子的時候發現 七成以上都認為認定事實困難 但是他們所學的過程裡面 對認定事實幾乎是頂 認定事實的能力跟教育幾乎是頂的話 那就是大家就要走後運辦案 為什麼 因為每個法官的能力不同 有些搞不好真的是有天空 就是能夠看穿洞察事實 有些是眼睛的果拉網 那就很糟糕了 那這個是一個好的做法 我意思是我們的法學的訓練跟教育 那個慌張就是在談相同核心問題 放在台灣也幾乎無解 我想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幾乎無可啟動 我沒有地基點 因為以前叫影片共感 這幾乎要動到大學法律教育的課程的改革 還要去訓練那種師資 今天哪有師資 所以我跟那個最後的人 後來你靠我看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不夠可 我們連最起碼的教材也沒有 我們自己本身也沒有 那種經驗跟訓練 我們合感十二言在大學開個課說 我們大家來研究一下如何認定事實 那這不單是法律的 刑事案件的事實 對不對 民宿案件的事實 行政訴訟也有事實 所以它是一個一般性的 所以它講點出的這個問題 已經不是只有說 刑事冤案的事實認定 產生缺陷不足 它幾乎同時點出 行政訴訟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所以這個問題 如果沒法得到好的解決的話 所謂司法品質的提升 會成為空談 而我告訴各位 引入人民參與審判 絕對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合理嗎 對啊 你剛才講認定事 要經過訓練跟提升能力 那一般人民更沒有啊 怎麼會有那些法律都不懂啊 那為什麼他們認定事實 反而變成是取得判決的正當性的基礎 法律不一樣 各位要注意法律不一樣 我後來慢慢提露出來 美國這一套陪審制 之所以有它的正當性 除了司法民主化的話 是做法不同 什麼做法 美國是透過正當法律程序 很嚴格的去規範一些程序事項 來控制偏無 所以比如執政制度 它嚴格要求你按照這個程序走 因為為什麼會有執政程序的嚴格規範 因為就是會認錯的 Feedback不斷的修正它的執政程序 你如果檢查在執政過程裡面 沒有按照程序來做的話 這個證據會不會有 因為證據譴查的錯誤的可能性 所以你呈現到陪審團面前 就已經在錯誤的控制底下 相對正確的資料才會只騙出來 那個判斷錯誤的基因相對這樣 它是透過那種程序的嚴控 來避免偏無 這個我們做不到 你如果去看聯邦證據法 就知道我們如何都做不到 因為我們的證據偏就稍稍緊了 原因是因為我們是用大量的職業法官的自由性證據 就是天文的 那那個天文就看人的 甚至看良心 所以兩個體制不太一樣 我們如果引入人民參與審判 但是卻沒有像美國一樣 用嚴格的程序去控制天文的話 我可以告訴各位可能是災難 那更不用講 剛剛很多人在擔心的說 我們的法官會不會說他輿論審判的影響 我看老百姓更未老 怕我要回家被漏收 真的 那誰敢去做 誰敢去做 陪審員 官審員 做以後他的人身安全且確保 到底沒人敢去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整個在前頭 在設計這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底下 對人民裁判員這種事情 其實想像的來不夠 那這個是我認為提升一個司法品質上面來看的話 很多人會認為司法改革 這是一劑藥方 但是這些藥方可以解決其他問題 但是對解決提升判決的品質這件事情 理論上跟實證上都是毫無註 好 這個台灣的司法也沒有那麼糟了 你問我的話 但是在這本書裡面 除了剛剛那個題目以外 我第二個題目是 台灣的法學教育也好 法學也就也好 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偏使 叫做欠缺實證法學文件 你大學開的課老師 大體上沒有這種背景 或是有非常少 有回來也沒有深層空間 你開課誰去修啊 誰去修 實證研究沒辦法展開 剛剛講的邁茨大學 可以對德國五百個行事法官做這種實證調查 台灣我還沒聽過 那這種田野跟實證的調查核心狀況 那我們現在的法律事件 跟社會的限制事件的脫步是非常嚴重的 你各位譬如說 那個問題丟出來都很難回答 到底你們法官會受輿論承擔的影響 我講的沒有人相信 為什麼 我根本沒有根據亂猜的 那真正會不會有影響 那一定要有相當的實證基礎去問 尤其要問到法官 在他匿名狀況底下 他願意把他辦一個案子 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交代出來 作為後面的人再修個法律的參考 我們沒人做這個事情 國際海國會編預算投資在這種事情上面 這樣整體上你就不可能 不可能 在這個現實發現錯誤 而去涉法解決辦法 這做不到 譬如會現在要做的 只是做其中一小部分 試得做 而且老實講 現在這個階段只是在溝通 廢話的機構 我們也忍不住 所以 最近就 協會的執行長 國次強 先到德國 再到英國 再到英國去 考察他們的英國的形勢 確定案件負責委 看人家怎麼做 你會感覺說 思維不一樣 思維不一樣 比如剛剛這個 前華發跟我講 他看了書 又再右口去研究一下德國相關法律 對不起 我這禮拜有機會來講一下 他發現說 德國的再審 就是錯案 比如錯人成的再審 德國的再審是 這個幫的案子弄錯了 要準不準再審是另外一個幫來做 另外一個幫的法案來做 他不會由同法院的同僚法官來決定 要不要再審 還會是如此 他說高中法院的法官 確定辦理他們判錯了 可能是跟我以前同辦公室的 我隔離辦公室的 中民體制服長的 同僚法官把人家判錯 然後我就說 你給他看不見 我會給他變 你平手啊 要這樣嗎 好啊 我手上也有一件你的再審案件 大家來關啊 我怎樣 當然我講的是有一點率性 但是這種心理壓力有沒有 會啊 你把它側向到人家心理人 我給人家判錯了 而且還給我指教 你也會比我厲害啊 誰不知道 這麼自然就知道 你有多少個點心理 這種情境底下就是說 會產生某種的縮縮效果 那是人性嘛 所以德國的做法 我今天聽這個前往來講 他另外一個幫 然後指定他的法院去處理佔同案件 他某種有一個原理的概念 因為他懂得那個人性問題 英國的CCRC也一樣 他更覺得 他根本開啟再審這件事情 除了一般程序以外 他另外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做 自由 你就喊就全部給他喊 他受理 他裡面有律師調查案 幾十個人 他可以調查證據 可以做聽證 最近真的規定放官 他可以去調私人的相關的資訊 包括銀行帳戶這些 他經常檢查萬樣 可以做很多的調查行為 發展這件事情 你不調查很多官案 新市和新政局是法條上 死在那邊的名字 你要讓他活起來 就一定要有人去做 所以誰去做 那個NGO團員做 我一直在講就是說 冤案件事前不要互相指責 因為那是個購業 你又律師不會犯錯嗎 在用的錯誤因子裡面 最後第六個就是 變故不當造成的變錯因子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是要以合作取代對抗 所以台灣現在 各位加速了 我們加速了 我今天才聽到說 法務部長已經指示一個新的檢察官說 台灣要發展向美國定罪完善效果的機會 在上次那個檢察官 我們安排到法務部去演講過 就得到一些實話說 我可以講得對 自己的冤案自己去 不要讓人家一直罵罵罵罵 你這個沒有辦法 會弄錯是天經地義 但是用這個做的藉口叫相怨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信 拿來手上自己做 檢察官來做 他的功效百變於律師 只要他願意做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機制 提供這個誘因當前 然後跟你犯錯的事情 他去頻繁一個案子 提起一個再整成功 他的考核會下官嗎 不會 會不會認為你來搞大的槓 影響自己內部的士氣 那家屬不能外揚 這種態度 如果能夠擺在你 比較理性的 看待自己能力的否現性 跟司法有現性的話 台灣的司法這條路一定走得下去 好 謝謝 謝謝 可以坐著講嗎 坐著講剛剛講到 這樣 切入點很多 所以我不知道要從哪裡講解 我先從羅律師剛剛提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檢察官 沒有能力去找出一個任務 各位知道正信責案 應該很多人都不夠看 很多人不關心的 這應該就是台中高登檢的一個假官 他就是病假的 然後指定專門研究那個案子 然後他就真的把他的案子都載上 好 那那個 那個假官 他是我大學同學 他很好 對 然後他在研究的過程中 因為可能很多人也知道說 我也是參與救援正信責案的 某個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段時間不能讓長官知道我認識我 他覺得說長官可能會怕說 他是被我影響過這個樣子 然後 開啟以後 你可以看到很多他自己的同事 套件事 就是大奧本檢的同事 很多人都立過了 聖信責案的假官 就跳出來說 沒有很多人的聖信責案是 是有開槍殺人 那些都是他的學長 長輩 甚至師長 所以他就 他就私下跟我說 前進我們現在比你還要黑 他就說他現在認識他體驗 那個壓力 大家可以知道 他要去做那個壓力 他說那個是一條命 他們不能去管這些事情 那 這是 接著 羅律師跟他講的 有沒有 不切得給我們想要講 羅律師跟 羅律師跟 羅律師在這本書的序裡面 引用的那個 就是德國律師講的那個 就是這一場雪風 沒有一個 沒有一片雪花 沒有一片雪花 叫道歉 對不對 我看到那句話的時候 拿到這個書的時候 我一看就先看 羅律師的推薦序 我就想到 你說不能 不是專門打書 我就想到我以前看的 因為我以前看的那個推理小說 講另外一個是那個 中山七里的 太理師之間 我就想到裡面有句 我就想到裡面有句 但其實只是剛好輪到他 向最後的司法審判 所以壓力就在法官那邊 那這句話其實在法官檢討的時候 其實只是他剛好 他最後做決定 可是實際上是一堆的 然後另外裡面還有一個話 就提到說 其實要保護好組織 保住組織的面子 讓民眾認識到司法系統 是堅不可除的 大家一看到這個名字 就已經很驚訝了 法官會犯錯 然後法官的被害 意思就是法官是加害的 我一直覺得這本書 如果取名說 法官作為加害的更更精彩 因為他也不曉得 法官就是要保護人的法官 就是在懲罰加害的 怎麼法官變成加害的 那這邊還提到說 犯罪偵查以及司法相關的人 就是拘泥於此 才會產生虛虛多多的冤案 不是嗎 他們不去思考產生冤案的結果 就是直接摧毀司法系統 而只是自私之力的 為自己找藉口 就是發生冤案的時候 就跟那個剛剛那個雪凍的雪花的說法很像 就是讓我想到 那我另外想要切入點就是 我沒記錯的話 小英總統 小英總統在提他的所謂的司法改革的時候 他提那個所謂的司法是 為消費者服務的概念 就是服務的司法 就是行碼 司法單位產品 剛剛羅伊斯其實就是書裡面提到 說司法是個大企業 然後你要服務 要服務 這書裡面其實他有提到 如果你在民事訴訟的話 你可以這樣概念理解 因為我法官坐在這邊 我要處理原告告被告說 他應該要還我錢 被告要不要還錢 我要決定說他要 誰要還誰不該還 是一個服務的概念 行政訴訟某種角度也還可以 現在民眾要來告 行政權高行政機關不該處罰我 來法官決定說他應該不該處罰 法官在做個決定 可是這個 為消費者服務的概念 放在刑事司法的時候 就很有趣了 就很有趣了 這個時候 法官是怎麼做服務法 現在剛剛講的兩種訴訟 是法官是重力的第三個 看一下是這樣 可是現在 就像這個書裡面 在書裡面就提到有沒有 說 就是說我行事司法 那我現在要找到那個 所謂幫我服務的人 就是的人在哪邊 可是很不信的 那個服務你的人 就是判你刑的人 就是被告會想說 那我現在被起訴來了 對不對 那我應該 本來司法司該也可以服務人 那現在這個服務的概念到底是什麼 難道是司法現在要決定說這個行法權要適當的分配給被告 還是說不該給被告 可是在德國是一個職權調查主義的國家 那這個時候還是由法官來判這個被告行 然後被告心裡想說他冤枉 然後他想說那我應該要找到一個公平的服務的時候 那他的公平的服務者是誰 他不信就當然是判你刑的那個 我一直記得 就是鼓吹當事人經濟主義的王趙文老師 他現在出家去 他在書裡面就寫說 其實改採當事人經濟主義的 他認為 那各種說法都有缺陷 其實職權主義好還是當事人經濟主義好都不管 但至少當事人經濟主義可以把那個被告公職的對象 或者被告法律的對象 從法官變成檢察官 也就是說當職權調查主義 國家都認為說法官自己要去調查證據 法官自己就是調查證據就是判你起來 那你被告去對著法官坎原 或者是甚至對被告咆哮 或者是對被告很羞 你覺得對法官 因為他就是要決定你命的 那被告不敢 那可是如果改當事人經濟主義的時候 他法官變成是中立的依然在判斷的時候 被告可以盡情的罵那個假官 他盡情的說那個假官冤枉起訴他 然後他們兩招去吵架 然後法官來決定誰對誰錯 他說當事人經濟主義至少有這個好的功能 至少有這個好的功能 而不用讓被告的對抗的對象不再是法官 而應該是檢察官 我覺得蠻有道理 我一直覺得這個理由是 讓我覺得我們採當聖經濟主義是個 蠻好的選擇的一個法官 當然很不幸的是 我們的法官 英文跟假官係數同仁 常常還是都幫著那個假官 你可以看到法官每次開門 對著右邊會笑 對著左邊就會看著覺得很討厭 因為剛剛努力是說他要去開掉把事實的刻 對不對 那我覺得法官一定第一個就會反彈 那你們律師都是來搗蛋的 根本都是來破壞事實 想要不要把事實 對不對 一定會這樣想 他會覺得說其實很多法官的心態 跟假官的心態是一樣的 就是討厭律師在法庭裡面 那個 我剛要下班的時候隔壁辦公室的同事說 今天法官論壇得到 但是我來不及看 就是不知道是誰提案說 偵查中的強制辯護 偵查中的 就是強制辯護要延伸到偵查中 這哪一個提案 所以今天有一個提案 好像是說我的司法黨願性是自己提案 但是法官論壇就一片罵聲 一片罵聲 跟檢察官一起罵 我們看得出來假官的法官 假官的發言會寫一個寫 然後法官的發言就不會寫 所以我們知道那些發言有些假官的法官 就開始罵 為什麼要讓偵查中就律師進來 他就是這樣想 想說律師來搗蛋事實 不是只有假官 假官反彈我不意外 可是其實大概一堆法官反彈 他跟我說今天法官論壇得很熱鬧 所以我要來之前我就打開 哇整串都在討論這個 但是我沒有時間看練 他說今天罵了好兇 然後開始罵說行事兵 幹嘛退讓 幹嘛要定這種法律 可是實際上我的想法是 早就該才全面的強制變故 也就是沒有 剛剛特略聽了我講的強制變故 因為就是我們說重罪 三年以上的重罪一定要有律師 這個本來只有審判中有 申辣中是沒有的 現在不管是立委或者是失敗 願意把這個 在偵查中就應該給他一個律師這個制度 法官就這樣反彈 可是我的想法是 我管理什麼罪 每一個罪都應該有律師 每一個都是這樣子 所有的罪 我管理多輕的罪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要求一個律師 應該是這個樣子 其實這也可以輸解台灣 現在律師市場可以 律師界一直有一個反彈 就是不喜歡把二省改成所謂的事後省 因為他覺得兩個事實省 他一省敗的他還可以上訴到二省 司法界很多說法是說 律師反對這樣的修法 不然改成事後省 或者改成法律省 我的律師就沒失常 我就跟很多人說 那很簡單 你就選你 我開放全面的強制變故 我這裡不是個別罪的強制變 每一個這個利用的強制變故 我從偵查中就開始流 那麼一省的市場就很大 律師就會跟你偵二省的市場 其實應該是這樣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阻力來自於來自誰 來自法務部我不意外 假如你有律師來搗蛋 可是竟然有一串的法官 也討厭這樣子 這讓我很驚訝 這就是我們法官的心態 很大部分法官的心態會是這個樣子 跟這個裡面描述的也很像 就說 其實我很佩服這個作者 他能夠訪問到那些法官 但是那兩位特別敢講話的法官 有一位就是 他訪問一位 聯邦最高法官的法官 那個菲雪爾 菲雪爾其實就是 菲雪爾在台灣 德國就是一個很特殊的法官 他在那個 就是德國的一個 雜誌代文 實在周冠王 那個理蔡的上面 是每一期發表一些評論 然後講話也是很辛辣 有律師朋友說 看到那個介紹那個 那個菲雪爾會想到我 大家知道我愛投資 什麼都敢講 那他也就很 很 保留情面的去批評 市市省的法官 市市省法官 不過我看到他的 他的說法我才發現 德國的法律省的法官 也就是說聯邦最高法官 他認為是法律省 法律省的法官 他不管事實 他真的把那個卷 這跟台灣的最高法官 法官不一樣 他把 對他們的說法 他們是 雖然卷會上海到 聯邦最高法官 所有的卷證 你要看完 你就大概就比較能夠 發現事實對不對 但是他們不看那個卷 他們把那個 所有的卷證 放在櫃子裡面 但幾乎不去看 他們只看 上述三省的法律狀 當然還有他的 最高檢查是 奶的打面狀 然後去看這個 原審的判決 去看原審的判決書 到底沒有錯誤 法律上的論證 沒有錯誤 所以他不會去管事實 實際上如果事實 他要管的話 或許就多了一次的事實冷究 你搞不好可以究竟的事實 那個作者就這樣問 他為什麼怎麼不看 他會說我們這個 不是他 從這個角度來 我們就想到我們的這道奶的法官 我們的這道奶的法官 常常忘記他是法律手 他一定要看那個卷 他每次齁 我們每次在說 這道奶的法官 這道奶的法官 其實我們二省 一省二省都已經排上來了 為什麼 你還要那麼多 我們有一百多的這道奶的法官 你們應該要猜 猜一點 他們每次就說 你們一省的卷才多高 到二省判決 到三省判決 已經變成一個人高了 我要從頭看起 我又比我又那麼老而老 他們不知道怎麼看那個東西 那他們就說 他要看這個東西 我常常就想說 你是法律審理 你幹嘛要看這些東西 你要看的其實是法律爭議 你不要去看那個事實 否則我們會永遠審不完的事實 到底哪一個事實是對的 這裡面蘇珊文就提了一個很有 他提了好多的冤案其實讓我都 說實在蠻驚訝的 我跟高律師都是使用德文資料的人 那我們都是 就剛才魯一直講 我們都是最新德國法治的人 都是認為德國是一個 怎麼講呢 就是一個天堂 一個很純的 一個體系 不管他的法治 不管他的食物 看完這個我真的快崩潰 我以為怎麼這麼多 那有一個數據是德國 我是聽蘇珊文醫師講的 一年有兩千間的債子牌 那時候我就非常納悶 台灣你問我 一年有沒有兩件 台啟債子牌的 看都沒有 絕對是都會輸 那個很可怕 那這樣來看的話 台灣其實應該才是完美的事吧 對不對 可是你認為我們的事吧 還是德國的事吧 這沒看這個世界 我們還認為我們很多事吧 那後來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有沒有 裡面有一個案子就是那個 講一個媽媽殺了兩個女兒 在一個叫麥子吧 然後那個邦法院 當然就判了 那個是媽媽殺了女兒 可是媽媽認為是 先生殺了那個女兒 他直接說是他先生 然後他們就講說 日間斑斷 夜間斑斷 也就是說 那個 那個邦法院認為說 媽媽殺了那個 那兩個小孩子 是在白天殺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兩個他們的鄰居 一對老夫婦 在早上洗一點的時候 還有看到那一對姊妹 然後還跟她打招呼 其中一個妹妹還跟她搖手 這個很有趣喔 那個證人還說 我堅信 我有看到那兩個姊妹 因為我還去 她的胚頭髮真漂亮 然後那個記者還說 習慣那個妹妹明明是金黃色頭髮 就這樣質疑那個證人的證實啦 可是那個邦法院還是 採信了那個 那個 那個證人的說法 所以就認定 那兩個妹妹是在 媽媽 在一個妹妹去上學的時候 先把另外 在姐姐上學的時候 把妹妹勒死 然後接下來 再把姐姐接回來勒死 然後去起死 是白天殺的 因為證人在白天還看到她 那那個媽媽說 其實是爸爸殺的 是那個 我前一天的晚上 我前一天的晚上 就看到 就等於說 親眼看到她那個 她的前夫 其實是她前夫 她們正在鬧你一婚 然後那個先生還仰眼說 如果你敢去 跟另外一個人結婚的話 我就要把那兩個女兒殺了 我不要讓她 讓她變成別人的女兒啦 然後就推給她的先生 那可是 有那個關鍵證人 是白天還看到那兩個姊妹 所以就採了 所謂的日間版本 好 結果 我就看到奇怪 為什麼會來換其身幫的法院 去開啟再生 看到你確定喔 那個媽媽那邊 關了九年多 結果 都是透過一些很強的律師 就像羅律師這種律師 在那邊打那個再生 然後都能夠成功 剛剛這位小姐說 她很佩服 為什麼其他的律師 都不去做那些 其他律師有做的 是都沒辦法向她 你要成功的 可是沒有律師做的 那 結果 開啟了 九年後開啟再生 換一個幫開啟再生 我就覺得納悶 那我開始想到說 我每次都一直想 想不出為什麼德國 敢開啟兩千件再生 不過我們從來沒有 所以我就去 今天下午就去翻了一下 那個 德國的行事說法 結果很可惡 結果行事法說 債省的管轄要依到他的法院處置法 我又要去翻他的法院處置法 然後再去開他的法院處置法 然後再去開他的法院處置法 發現說他們的債省 就剛剛我跟羅律師提的 他是由同省期的 同省期的另一個法院 他規定就是另一個法院 來決定要不要談起債司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就是原生法院 來決定要不要談起債司 那當然不要談起不起來 因為你看 不好意思得罪隔壁的同事 但是你換了一個法院 對不對 你台北地院的債省案子 你現在是換成說是司令地院的法官 才來決定要不要開債司 開債司以後有司令地院的法官來審 他比較不認識 不過台灣太小了 差不多也不認識 相對還是比較不認識的情況 他比較沒有那個同事壓力 因為台灣的債省開不起來 除了法治上 各位應該清楚早期 我們的債省就說是要新證據 結果我們的判例就把它 亂解釋那個新證據 把它解釋成舊證據 這個我等一下如果有時間也在提 新證據怎麼會變舊證據 那當然就開啟不起來了 那另外一個理由就是 同事件的壓力 不敢說你判錯了我把你開起來 那下次你也把我的拉子開起來 對不對 大家都敢開 都是有那種壓力 就幾乎都是零 幾乎都是零 那法治上面 這裡到底可以講 法治上面其實就是我們把那個新證據 台灣的債省一直開改在法治上就是 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用一個三十五年的判例 去解釋的所有的債省幾乎開起來 因為他整卡卡尼爾的解釋 他說所謂的新證據 我們把他裡面鎖 大概現在修法已經修了這也是 靠羅律師他們一直努力去摧 摧摧法律現在改 過去的那個法律 才兩年型 那個法律其實也沒改 就是叫新證據 現在也不就是加新事實 新證據 那可是最高法 你就把那個新證據解釋成說 那個新證據必須是 必須是 在判決確定前已經存在 而法官沒有發現 這樣聽到嗎 所以這叫舊證據 換言之判決 抬頭先講 判決確定後才跑出來的證據 對不起 它不叫新證據 那不然它叫你證據 判決確定後出來證據 因為它不叫新證據 因為它的想法 它想法的再審是說 再審就是說我判錯了 其實各位想想看 再審的目的是什麼 再審是糾正那個個案的 那個當事有人可能受冤屈的 那可是司法體系想的是 再審還有另外一個是說 我有一個判錯 好 那我在下判決的時候 有一個證據存在 結果我沒有看到 所以我判錯了 我可以認 我認 我不對 可是我判決後才跑出來的證據 我當然看不見 所以我當然不贏 不能算我錯 既然不能算我錯 就沒有存在什麼 就是我這個判決 我就沒判錯 它是從法官角度的 我沒有太多的判決 跟太多的史物理不中 都是從法官角度去思考問題 所以就做出了這樣一個判決 所以我常常就笑 判決是把新證據 請示了舊證據 我舉一個 各位應該看過那個 最會說故事的那個叫 非 德國瑜是出了三本書 那個最久 最久 裡面有一個故事 裡面有一個故事說 小妹妹因為迷戀她的老師 然後她就去 她就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類似這樣的故事 她就去編說她被姓殺了 然後 那這樣子她就可以 她就認為她就會可以 因為她那個老師已經結婚了 她就可以害她的老師離婚 然後那個老師就這樣 等於勝敗禮裂就真的被關 因為小妹妹就執政她性情 這裡面也舉了一個大威猛性情案子 那個性情案子也是非常讓人很期待 就是後來發現是完全是錯的 我回到那個例子去 然後那小妹妹後來自己 她就有在日記上寫下來說 其實她是說謊話的 那後來她看到她老師變成那種落魄 她實在 她也覺得她也長大 然後她自己就去 去自首說我其實是作為這個 當初我是作為這個 那在德國 這樣的證據就一定開始在這個 後來反而她老師清白 當然 那她那個多少年的青春歲月那個都先不管 在台灣這樣的案子 開樂器再怎麼知道 你想要看哪怕那個判例的解釋 因為你在判決確定前曾經作證說 你被性招惱被性情對不對 然後判決確定後 你才跑出來說沒有 對不起那是確定後的證據不算 我們的判例另外一個判例就說 除非你曾經 因為法官的想法就是證人會亂翻動 所以你每個人都到判決確定後才跑出來說 對不起我之前你是講錯了 那我才不理 除非你在判決確定前曾經 你現在說他們有信心啊 曾經有把一個 曾經在某個訴訟程序中留下一個證據說 其實他們有信心我 你可以取得出來那你在判決確定前 那麼可以我可以幫你判決在判決 怎麼可能這種事情 法官每次都覺得我 這就是我們最高法案寫出來的判例 所以我們在判決就是怎麼樣都開不起來 簡單來講這就就是求勝決 我可以再舉一個我親身的例子 其實我跟羅律師講過的 我自己在法案醫院一判的時候 我開啟過一次在判決 那是一個水利法案子 一個老侯夫在河川旁邊種菜 結果他不知道他是水利法案子 那我們的水利法案子一定行吧 那後來他就被判那個水利法 水利法案子走 他被判好像我有點忘 判一年但是緩刑 他年紀大 好啦緩刑兩年 那家人就想說算了緩刑嘛 那麼就沒有上訴就確定 但是他後來不興趣犯了一個 國罪還是什麼罪 那他就被撤銷緩刑 他就被撤銷緩刑 他就被撤銷緩刑 那家人這時候就緊張了 因為其實家人就這樣那個不是水利地 陶淵縣政府說那一塊 他公文來說那一塊是水利地法案 就依那個陶淵縣政府公文說 那是水利地水利我判的錢 可是那個他後來被抓去抓去關的時候 陶淵縣政府出了一個公文說 我那個幾年前出那個公文寫錯了 抱歉那不是水利地 那就是和水利地萬一也沒有問題的 安全配種菜的地方 好啦 那那個辯護理事就是用這個申請再承 這是新證據嘛 對不對 我前面兩個同事 通通都把它撥 就是用那些看例 我剛剛講的 那判例說的嘛 判例說證據一定要是值錢存在 你在之後才冒出這個公文 對不起它不叫新證據 就把它撥回 兩次都撥回 我那時候才分發第三領 我看到那個 因為再承沒有申請次數的限制 他又再申請 然後第三次到我這邊來 我一看前面兩個人都撥回 本來想說這個拉鈴亂申請 結果我一看 欸奇怪 這有一個公文書耶 陶淵縣政府出的公文書 大啦啦啦的寫著 這不是水利地 我們之前幾年的還寫錯了 認定錯了 你這還不開提再承嗎 我跑去問我的庭長 我說這個應該要開提再承 然後庭長說 依照判例不能再承 然後我說 可是這明明白白就是個冤案 怎麼可以 他現在在關耶 對啊 然後我們庭長說 我們庭長遛過我 我這個庭長就這樣 然後他就說 好啦那 你就不要寫那些探訊 結果你去看我開啟的再承 當我不寫那些探訊 就法條寫得很清楚 就是新證據 然後我就把它開啟再承 我在開啟再承之前 我還開了幾 早 我怕那個庭先生那種 公務員可能跟人家家屬勾結 揮固公文說 那不是死的 對不對 我還把那個承辦人兩個人找來 公文上的承辦人 跟舊公文的承辦人 通通找來 然後問他們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公文 到底是真的假的 他們說 反而我們真的弄錯了 所以我確定說 那這絕對是弄錯了 所以我 接著我就開啟再承 而且開啟再承 然後在當天就把被告給釋放 還跟執行假官聯繫 然後把他釋放 因為再多關一天都是原來的 就開啟再承 後來看了他 我後來才知道他還要申請願意賠償 他還就是願意賠償 賠了他好像三五十萬 我寫在本土把學的文章 書裡面我就寫 我後來在大概 就是開啟再承以後 判了不罪 有一次在法院的二樓樓期間 碰到那個律師 那個律師跟我說 他覺得他真的很感動 因為他們已經試了兩個把關 沒有人要開啟再承 然後只是再試一遍 結果真的碰到法院的一台議再承 他真的覺得 從來沒有碰到這樣的情況 那個再承 之所以難 就是因為大家都被這個判例綁住 那現在沒有了 現在其實沒有也很有趣 判例 法條也沒有這樣寫 法條也沒有這樣寫 法條就是講新式的行政局 是 習士兵在那個立法理由裡面就寫說 不要再有那個判例的意思 就這樣寫 然後法班就突然通通就 就又可以用 各位知道嗎 雖然我常常 我常常才會說 我們的司法改革的刁屁 絕對不是基層法官 是最高法院 一定要把最高法院給改掉 最高法院的那些思維 那些 那些 僵固的思維 用那個舊的判例 那些判例好像錯掉的判例 用錯法律的判例 然後 但是法官都 寫判例都是寫給 寫給上級神看的 這書裡面也寫到 德國的法官很會寫作文 因為他們腦子裡想的都是 要怎樣寫一個法律論書 給上級審的法官看 而不是寫給當事的看 所以 然後最高法院的 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就說 我只審法律適用有沒有錯 我不會去看你的事實 雖然卷書都在櫃子裡面 但通常我們不打開 所以事實錯了 我們也不管 因為你已經有兩次的事實審 認定的就是這樣子 我好像忘了把那個故事給講 那個殺女的故事 那我就發現說 另外一個邦把他開啟再審 所以我去查 原來是怎麼樣 趕快說 他們比較沒開啟再審 那那個很有趣 開啟再審的那個邦的法院 是判了那個媽媽無罪 判了那個媽媽無罪 可是德國的法官很有趣 他很喜歡在裡面寫 他這個孩子沒有啦 其他孩子常常這樣 德國很喜歡寫說 之所以不罪 是沒有辦法證明你有放 但不代表你真的沒有錯 比他們快樂還敢 還可以這樣寫 我爸爸心裡常常也這樣想 但是我不敢這樣寫 他們期判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寫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只是證據 沒有辦法證明你犯罪 但不代表你沒有錯 還有一個派對還警告說 他其實可能是怕做的 對不對 所以他雖然無罪 但是還是背著那一個派 這個裡面應該就這樣寫 不覺得很奇怪 不過我不可能這樣寫 那那個邦 那個邦還判了他無罪以後 那很有趣喔 那個很奇怪 那判了他無罪 那你就應該要採夜間版了 因為你現在日間版本很清楚的是 剛剛講的就是有兩夫婦看到他 可是他們又沒有反我老夫婦的證詞是不對的 他們又沒有說老夫婦看錯了 不然你就直接說老夫婦看錯了 沒有 那可是判了一切還是判了他無罪 那這很有趣喔 那個 這就是所謂的自由新證 法官就是 反正自由是那種我隨便 那後來你去看那個 這個作者寫才發現說 他說 因為那個案子是有 德國那個 上禮拜也是都參審 我們的官審條例也都是 所謂的人民參與審判 他們的參審是有參審法官 有參審員 就是批命 他那裡面寫說 自由新證 雖然來看自由新證我們要求是客官的確信 但也包括法官個人主官的確信 他派你故意這樣下去 那一句話你怎麼一直知道 他是在說喔 我們法官其實認為還是那個媽媽殺的 但參審員說不是媽媽殺的 所以包括法 這個法官他就在暗示 他這個官司故意在暗示說 其實也就是說 這個其實記得說 你當然 你一般人你看看 你看不出來還在寫這東西對不對 可是法律圈子很小 他們會自己跟同事說 等於他們自己洩露平衡秘密就對了 那他們會說 其實是參審員說不是他 我們投票很過大 因為參審員是法官的錯誤 所以他說 不只是客官的確信 還包括法官個人主官的確信 那句話是在講 那是參審員說他無罪的 然後再用小道消息 私下參審員說 其實是參審員任何罪 結果果然那個案子在上訴 他們是那個 那個幫法院到 幫的高等法院 幫的高等法院 到幫的高等法院 又又敢看成是媽媽殺的 又敢看媽媽有罪 這個問題就來了 司法之情改來改去 有罪 無罪 上訴以後又有罪 然後最後那個 最後就確定 現在就確定是變成無罪 還是媽媽殺的 德國的人民就受不了了 你到底是 這到底是有罪 你開啟再審的判 我們現在上次又說你 就變成這樣 其實我們的書件也是這樣 我們的書件還在開啟再審的那一次 也是判了無罪 對不對 結果上訴最高法院以後 奇怪 最高法院以前有罪也撤銷 對不對 以前都是判有罪 你一直在撤銷 這次跟判了無罪 你還是撤銷八位 對不對 結果撤銷八位以後 到再跟一的時候 高法院改判有罪 而且改判死刑 不是改判 本來是 他們有罪就是一直判死刑 有沒有 所以我那時候還說 那一陣子書件他們三人 是全台灣唯一特殊被判死刑 還在外面打發照 因為他們在不罪那一天的時候 被大陸輸到 結果後來上訴撤銷 發回的時候 再跟一改判有罪 而且死刑 然後 但並沒有當地基 夾官本來要求當地基 後來那個高人本來說不行 那個還有一個裁定 還有一個很久別的裁定 比較註明是還會強 然後 你知道嗎 那剛才發生另外一個差距是 那個審判 因為筆電團體都會罵 對不對 就罵說法官又恐龍了 對不對 這個案子又不是冤犯 那個審判自己也違反了平衡 案子要確定才能講 我一直記者任務 是大拉拉在投票 那個審判接受記者的訪問說 其實我沒有要判他們無罪 我只是要判他們無罪 視頻歸他臉 可能要判他有罪 我看他那個報紙也多生氣的 因為本來都說這個是平衡秘密不能講的 結果他都要大拉拉跟記者講 意思就是說 我是兩票比一票 但是他也不是說好不罪 他說我是要判他們無罪 然後另外來要判他死去 結果那個什麼樣的 沒有被承受 以前那個洩漏平衡秘密的法官 常常都被司法官寄個 生計的金額過 或寄個檢查 那時候他都沒事 他自己想躲過那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扯到這裡 好 那我這邊再跟大家提一下 那個德國的自由行政 因為我看到他判 看了一個判決書 因為我很早看德國判決書 每次都看了德國的法律 每次都看了德國的法律 每次都看了德國的學說 我就覺得很有趣說 德國會這樣寫 他每次為什麼他自由行政都會寫成 寫成這個樣子 抱歉 他們德國的自由行政的條文 我去看了一下 其實定的比我們辣 其實定的比我們辣 他的條文是很讚 他的條文 我剛剛講的一隻 你也不要挑 我把它寫在上面 我大概幾個 他的條文喔 他說 是基於 他說齁 證據 因為他這裡面有寫 《行事書文法》261條的內容 是德國行事書文法中 最重要 但也是最虛弱的部分 因為我就想說 欸這是哪 這一條是講什麼意思 我就去看 原來這條就是德國的自由行政的條文 所以為什麼會最重要的 因為他的自由行政的條文 既然寫的是 證據調查的結果 由法院依其自由的 依全省理所得之確信裁判之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面顯然很多 原來都說 本院依據全省理所 全案所有的政經中和判斷 認定被告是有罪的 他其實就在抄這個條文 就這樣 你各位知道我們台灣也叫自由行政 我們的條文怎麼定 法律系應該知道 我們在155條的第二項有定 那我們的條文怎麼定 我們的條文命定是 證據的證明力有法 願本於確信判斷還能寫自由 對不對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但說 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你看我講話 是我們常常很多派人還是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 只是說那個經驗法則的論理法則 是誰說了算 誰說了算 而且我們其實還有一個第二項說 你如果不證據能力 未經合法調查證據 是不得作為判斷的依據 不過還可以寫這些東西 那不是我又要回到說 所謂的沒有證據能力 未經法調查證據 就是沒有證據能力 違法取得的證據 是不可以拿到審判斷的判斷 可是各位知道嗎 我又要不要罵最高派人 我們最高派人卻很喜歡用一個判斷 一個判斷很起來 各位已經都剛剛看過的話 基於越多證據 越有助於真實發現之法理 我從來不知道怎麼有這種法理 所以我們就盡量都讓證據有正確能力 就是傳法則有點要反實 基於越多證據 越有助於真實發現 真的嗎 證據越多越來越混亂 所以為什麼會有證據能力的限制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最高反應不是這樣講的 是這樣處理事情 所以我們有一個看起來比人家好的條文 可是實際上操作起來其實沒有理得多好 那最後我再提一個 這裡面有提一個我倒滿驚訝的 就是所謂的證人的證明力的鑑定 可信度鑑定 他們竟然有一個專家 他裡面還法官 他法官兩個法官 一個律師跟一個心理學家 他就是所謂的在性侵案件 他鑑定那個小孩子是不是講真話 就簡單的講 就是說有一個所謂的公職業 或者就是一種鑑定的人 竟然可以鑑定證人獎的話 是真的來講的 請問大家還要討論嗎 就他們有這樣的職業 他們有這樣的職業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意思是說 我們好像是不是也嘗試做引渡這樣的制度 就鑑定鑑定人獎的話 那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那我法官到底要幹什麼 因為確定這個證人講的是真的假的 不就是我嗎 對不對 可是我馬上會想到說 可是實際上我們的法官早就在這樣做 我們比德國還先進 我們早就常常在鑑定證人 可信度的鑑定 是嗎 側 我們每一次 但是 太多了 就是法官每次在那個 因為性侵案件 尤其是性侵案件 他就是密事犯罪 對不對 就是在房間裡發生的 女生說大悲強 自信 加上男生說我絕對沒有 對不對 然後法官常常都做什麼 你們兩個都沒有去撤謀 不是檢察官做喔 是法官 檢察官不做法官就把你們兩個都抓去撤謀 把被告抓去撤謀 把證人也抓去撤謀 因為那個被告人就是證人 我 各位可能不知道我是從來不撤謀 因為我不相信撤謀 所以我實驗反對撤謀 就是作為證據 而德國 美國也都認為 撤謀是沒有證據能力的 所以他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他們竟然發明 用心理學家來 限定證人講的話是不是對 那好像也跟撤謀有點像 對不對 因為他們不能用撤謀證據 但他們偵查都可以用 那個是偵查的參考 不可以提到法院來 可是台灣不是 台灣是偵查也做 警察也做 他們不是說法官也做 我看過法官連那個 那個鄰居打架 他說我沒打他 他說我有打他 他就說那請盡力 這樣子撤謀 然後撤謀出來看哪一個人 有收謀就看就是哪一個人 心情愛見也是這樣 看被告說謀 還是證人說謀 還是被害的說謀 好 我每次都笑說話 你們就乾脆這樣 去撤謀機器當法官就好了 對不對 而且各位可能 有沒有了解到一個問題 撤謀 就算你要怎麼用 也是針對被告 怎麼會針對證人做撤謀呢 對證人做撤謀其實已經侵害 你都沒有告知 比如說對證人做撤謀 接下來你要幹嘛 如果證人去撤謀結果是說謀的話 他不就是偽證人 那不就是偽證人 那他又不是政治罪名 他憑證人要把自己抓去給你撤謀 然後證明我其實偽證人 這樣各位弄意思嗎 那個統一性是不對的 所以台灣是完全把撤謀給弄扭了 不只是完全無限制的做任何的撤謀 而且是完全連人都沒有限制 不管是被告、證人、被害人 什麼人都可以撤謀 對啊 甚至還有撤謀公司 各位知道嗎 哈哈哈哈 真的 我們的 我們的 這是 這次長也提到了鑑定的問題 也就是說 鑑定人常常代替了法官做任何的事情 很多東西都這樣 反正鑑定出來就一般兩對 然後這裡面法官就提出經理說 我們完全不能依照鑑定人的判斷 對不對 可是台灣就是這樣 台灣有太多東西都是鑑定判斷 是不是毒品 鑑定出來是毒品就毒品了 沒話講 槍支有沒有殺傷力 就鑑定吧 有殺傷力就一定持有的就是違法槍支 那誰鑑定 台灣能夠鑑定槍支的 就只有兩個機關 刑事警察局 法務部還不做槍支鑑定 刑事警察局 跟限定司令部 均槍送那邊的 其他的槍送刑警 全國沒有分號 支持一家刑事警察局可以做鑑定 那我請問刑事警察局應該是什麼人 警察 不就是警察嗎 那起訴調查被告的不就是也是警察嗎 所以我常常碰到便會說 不就是警察自己保護自己的同事 當然說他有殺傷力 就是沒有另外一個機構 可以去做所謂的鑑定 這是不對的 策謀也是一樣 策謀就有很多了 調案局也可以做 限定司令部也可以做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 情侶警察局也可以做 因為我剛剛講的 策謀太泛濫 泛濫到 泛濫到 因為所有人把我講的都很愛策謀 泛濫到 情侶警察局 受不了案子每天都太過 送調案局 調案局都太過 後來他們說什麼的 我剛剛在訓練一些基層警員 現在你也可以送各分局 各分局的 基層警員 只要送過幾小時的訓練 他也可以策謀 最後這個還不夠 最近我前陣子看到 司法蘭發的公文說 有一個很資深的行事警察局 有多少次策謀經驗的 他退休了 他出來開一個策謀公司 然後他發售給大家說 你可以 你們那個機構施不下 送到我這裡來 我可以策管 還是失法還是認可 我就問過行事警察局說 那你認不認可 有外面可以鑑定槍枝的鑑定機關 槍枝也有什麼上面鑑定嗎 他說其實也可以 可以來幫我們申請 只要有能存就可以 那有沒有準錯的 沒有 幹嘛連申請都沒有來申請 也就是我們沒有另外一個所謂 辯方可以使用的實驗室 而那個所謂的鑑定機關完全是檢跟省可以做的 而律師沒有辦法有另外一個鑑定人可以反鑑這個鑑定 因而才會造成 我一直在講德國可能是這樣 因而才會造成 法官 因為我們的制度跟德國一樣 只有法官講的可以選擇鑑定人 那我選擇的鑑定人跟我講說 就是 就是他做的 講槍就是有殺傷力 或者是他就是沒有驚訝 他說那麼我今天只能信 我沒有辦法去反鑑他 可是如果像美國的話 你可以辯方可以再找一個 有一樣很厲害的鑑定人 譬如李昌玉 對不對 他就幫SIMSEN做鑑定 然後他就可以來反鑑這個官方機構所做的鑑定 然後鑑定人拿鑑定人 然後兩個人來說明 看到你誰的鑑定方式 我覺得他也是落入的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他還會產生說 其實鑑定人鑑定的這個事情 所謂的原來 然後 我還不知道這樣子 試太久了 那就先這樣吧 謝謝 本來 我只是要給他們20分鐘而已 結果他們都各講了40分鐘 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沒有QA了 我們就到這結束好了 好不好 好嗎 不行嗎 不能讓他再帶走 然後 我們 反正我們可以聊到兩點 但是呢 基本上 基本上 我們到最晚10點就要結束 QA到10點結束 好不好 那如果 尤其是高中生 太晚了 不能留太久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先行離開 因為不然的話 你爸爸幫我會拿電話來 好 然後大家如果有 有要先行離開 也可以先離開 然後 要留下來問問題的話 然後大家也可以跟他們 現在我們就先提三個問題 好不好 那一 二 OK 我們還有一個 那個高楊輝律師 你要做一點comment 你第一個 好 好不好 對於他們兩個 請你做出那個通證的菜單 這個實在是很難 為什麼會說他們兩個是覺得很高投降 大家應該要這個 先出戶的兩組 就是 戰鬥指數的 你們兩個 那個劉律師說我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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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運應該算是 第一馬後第二馬運照的還挺棒 那起碼大家知道這個 這個 不過他是我投球啊 先自我接受 大家知道他常常在這個 包當媒體上 包含他的心理 然後 常常 常這個 勇敢的指摺 最高法院的不是 然後包含他今天 也是一樣 這個 講得好久一點 所以 但我覺得兩個人的風格不一樣 譬如說可以看得出來羅律師很有自己一套的理論 也很關切到底怎麼樣在制度上去解決冤案的產生 或者是除去現有的冤案 用制度設計的方式 不管是他自己要跳下來去做 還是想辦法設計一套的制度 那寫法官他講了很多 他聽來的或是自己公道的一些案例 那一如以往都非常精采 所以如果今天要平均的話應該是 90比90 你要馬上練到 他如果給他載說我的時候他會被我太太罵 你又說我輸了一道 其實我剛剛只是跟他開個玩笑 只有他爛真了 他跟他講非常客氣啦對不對 他非常客氣 對他們都非常善意 但是我沒有問他沒有講說滿分多少 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剛剛也有位朋友應該是自我介紹 是他來講公民記者 他可能還沒有說要讓他第一個講 所以可以把你的問題先直接提出來 在這裡接下來 各位晚安 我是公民記者叫朱索爾 你想如果天地人心的話 在我上面天地人心就可以看到我的報告 到今天一年多大概有五十萬人在看 那我要我常看那個前寶官的圍長 因為很多電視 那我請教寶官 當你收到你的 那個檢察官送來的起訴書 他內容是這樣子 為名言音 懷有敵意 這樣的起訴書 你會不會讓他退回 第一點 第一點 所以就是我們 罪為大家的檢察官 楊大師 第二點 一審無罪 二審的檢察官 我請他唸上述文 當他唸上述文 唸完的時候 他說 中華電競不應該這樣告 但是 因為 我是檢察官 記憶同樣的檢察官 所以我不得不論告 請問 法官 當你聽到這樣的延遲的時候 你會扶作 謝謝 但是我們應該放得苦 好 那是在那個 民國 深淵的 好 不過你應該把那個 名字 名字 什麼 中華電信楊大師 都把它固定起 這樣的話 我們比較好判斷 不然的話可能 說不定 前把官已經很討厭 我剛好給楊大師很熟 這樣你就沒有辦法 挖的坑給他掉了 不會 不會 好 等一下再讓他回答 來 後面還有一個 喂 就是剛剛有請法的東西講完 然後我就是講到那個測謊 然後我問起來有個問題 就是 測謊的那個 結果 就是 打官是怎麼認定那個測謊的結果 因為有時候 就是 廣話不一定是假話 就有時候 測出來一個人 他覺得他們在說謊 但是可能是 比方說有三個人 是嫌疑人 他們都沒有 就是 假如這個 事件有失少 他們三個都沒有 直接制止 所以他們 有可能就是 都 其實都沒有在說謊 那 加上那個 測謊的這個 遺棄嘛 是 有一定的 誤差 那加上這些影響的話 就是導致這個 測謊的結果 就是 不是那麼可靠 對 那 就是 這種情況下 要怎麼使用這個測謊的結果 這樣 好 我有問題 這樣 我加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覺得心理醫生比較好 還是 高效率的測謊器比較好 沒有 來 我們先 測謊這一題 你說應該怎麼用 法官高興怎麼用就怎麼用 法官通常他們有一種 聽說叫直覺性的判斷 大概 他只會先有其問 就是想判你有罪 那這個測謊就很好用 想判你無罪 測謊也很好用 那 如果在這個 選擇之間 他有一些困難的話 他也會講出一些理由 各位知道 因為一般就會丟了兩個案子 一個有名的叫 林金貴案 這個就像你講 叫做不憑原因 是啊 他不憑的殺人動機 殺人 想要殺人 不憑的動機 不會裁殺 不會情殺 兩個速度相刺的人拿個槍 到一個監製 就把他打死 林金貴案那個現場 沒有他的 沒有他的血液的生物證據 沒有他的指紋毛髮 沒有胸槍 就靠兩個目的證人 在五個月後說 那個監製器畫面的人 或者是說 當時開槍的人 是他 他通過測謊沒有 他通過測謊 有用嗎 沒有 法律說那測謊指紋參考 兩個證人只認他 比較可信 一指紋毛髮 有罪 台中的後封案也一樣 高速墜落時 這個女性的死者 到底是意外 自己貼下來 或自殺 他自己跳下來 或者被這兩個被告 抬著丟下來 兩個被告同時 通過測謊說 不是我們沒有把他 抬手抬腳往下丟 但是結果呢 有罪 而判決 一個有實務經驗的律師 他一定會告訴他的方式 千萬別測謊 那叫招死 如果說檢查案法官 跟你開口要測謊 那就表示檢查案法官的證據不夠 不 他證據很夠 幹嘛這樣撤謊 那證據不夠 是要你自己去製造 冤枉自己的證據 所以如果說 人明明不是你殺的 你去撤謊 結果找 結果撤謊是沒有通過 反而是被變成製政體罪的證據 各位今天聽這場演講 這個律師會公布了 但是一定要怎麼概念 至少台灣的被告人權這個是有的 任何人可以不復理由的具體撤謊 好不好 懂了齁 就是 我不撤謊 沒有什麼理由 老子不高興不行嗎 就是說 不撤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到底是心理學家做人種撤謊劑比較好 還是耗得去 我這裡稍微需要再說明一下 那個千萬別可能有一點誤解 他不是要心理學到法庭上 對這一個證人或被告講的話 來撤謊他到底是 這麼說 他仍然是一個心理學的專業 因為心理學專業跟人的認知 為什麼說謊 說謊的動機 說謊的行為的態樣 他們有研究 他當然跟撤謊不太一樣 撤謊只是量一下你的生理反應 但是就如剛剛同學講的說 那有太多原因 比如說 我在律訓所上台課 用一個通姦的案子做案例 那個撤謊的題目叫做說 你當天有沒有 你們兩個被告當天有沒有發生性行為 就請撤謊激烈反應 各位有沒有問題 那個問題精確嗎 對啊 性行為很多種啊 但是如果以通姦來講 我們現在的見解叫做 結合說嘛 就是一定要插入 那今天性行為廣義到咳 親個嘴 互相捕摸 不可能是性行為啊 他在講的時候 我們大概知道虎貨新聞 沒到超讀新聞 但是他就說沒有 沒有成錯案例 因為那個撤謊儀器不一定錯 是那個編題本身可能就是錯的 所以撤謊的那個風險 這錯誤風險太高了 原因就是說 有人就直接批評 那個是法庭上的美科學 老實講真的 不要說現金跟多個國家 台灣還真的是地球上少數還在用撤謊 大陸地球的朋友 你們撤謊應該不能做法庭證據 點他都搖頭你看 我們還用 誰大用 可用 這真的是歐秘都怪 你如果看到 不用 這個撤謊不能做證據 這個就是說 剛剛不是有 有人在問說 不理系的吧 什麼是科學證據 美國 科學證據用最好 因為他們最明顯的科學 這個早就不用了 撤謊這東西早就不用了 美國在法庭上有發展出 如何如何 見別能夠在法庭上 使用科學證據的一些條件 他的什麼道國法則 他還法則 他有一些法則 我今天沒辦法係數 就是說 要符合這些標準台的計台才是 但各位知道嗎 在幾年前歐巴 他讓他們美國的國家科學 類似我們國科學 都是自然科學專家 回頭檢視法庭的科學專家說 你們那些指紋啊 筆記鑑定啊 真文鑑定 科不科學全部打槍 全部不科學 只有科學證據被自然科學 要承認只有兩個DNA 再加什麼 毒品的檢測 兩個科學 什麼彈道比對 那個都融合很多個人主觀的判斷 指紋就是喔 指紋就是什麼 也指紋現在剛剛抓特徵點 有六個八個十二個 特徵點可能就是 弄錯了一堆 有些指紋專家在美國生實際 如果把他們抓來的時候 來給你們訓練 強化你們指紋的鑑定能力 一批人大家都指紋專家來很高興 我們現在考試已經交完了 把作業發下去 請你們鑑定一下指紋補物 這個主辦單位很職 他調了每個人指定辦過指紋那些人 剛剛做考驗再考一次 好狠你知道嗎 這次什麼都沒給你 你沒看到卷中沒看到筆錄 就是有看到 好兩個指紋比例看是不是 事實上是你看過那些 那我相信沒有人那個本身說 我看過指紋 我今天來考試看過這次 看不出來了 結果最後的比例高達四成 那就知道說這個是人的主觀用眼睛看 來辨別那個特徵不符合科學嗎 六個八個十二個有什麼道理嗎 比如臺灣我們用十二個特徵 臺灣這十二個特徵 中國是八個 杜氏兄弟案 中國用八個拿來臺灣 我們自降標準 八個也可以 看哪個事情 所以科學正義在司法上應用的問題非常重要 美國他們在反省 你看他用的最多 他開始在反省說 我們在法庭上的科學 如果被另外一群科學專家所不認同 我們該怎麼說 出了厚厚的一本書 陳定人委員會監討法庭的科學證據 是不是真科學 我們沒有什麼精神 我們充滿了偽科學 充滿了似是而非的論證 這個都是跟法官的養成教育心理的 他沒辦法去辨別什麼叫科學的事實 他如果去使用或適當的使用科學證據 不要說法官 檢然官律師都沒有這種例子 那就知道說 整體的司法品質相對來講也很多 我揮過頭 側網不可產 但難道心理專家做的證據就不可產 他並非如此 各位這樣講 一個人講話會犯錯過很多的動機和原因 請求低功 都不對 又忘記講錯話 錯誤自然 也可能是某種心理壓力底下的區域好煩喔 你真的要我回答 好就想 我幹了啦 趕快讓我回家啦 不要再煩我了 或者某種基因底下頂定 大開了槍 老大人家會給了 是我幹的沒有錯 一樣的承認後面的錯誤的原因 若是後面證明事實錯誤 他的原因多不完 那也就是人是非常複雜的心理動物 所以我會講 在日本曾經發生一段案子 是到現在心理學家沒辦法得到一個好的警察 是因為那個人拒絕被研究 有一個人家裡 一個女性的家裡 丟了一筆錢 50萬日幣在日本 警察就開始查 那個輕度的痕跡啊 我算是放在裡面的地方嗎 就問他說 那你跟誰叫 那我的錢有 有我家裡的鑰匙 但是我把鑰匙換了 怎麼能夠進來 是不是有機會進來 就去調查錢 原來是啃而已 一抓來問 你到警察去 是不是你偷了 馬上稱 立馬承認是我偷了 這又怎麼偷 錢呢 我花了成家20萬 在哪裡呢 在我的車上的那個駕駛座腳踏板 馬上帶我去 同意搜索好不好 好 收出來20萬 再打到板價 這個證據確鑿 沒有想到 案子還好 簡直還沒有出手起鑿 那個社區 有一個切到機場變破破了 後來那個指紋被驗到 因為那個還來不及驗 指紋先理所當然想像可疑的協伴 所以他產生隧道效益都鎖定 比如說 在這個案子一樣 在莫浦案一樣 那個女警察死了以後 第一個想的就是她的前部 分居的前部 第二個想的是她的前部 兩個都是警察 那倒楣了 因為你被鎖定以後 他就一直往那邊找 其他證據當中沒有看到 這個叫隧道效益 就是在日本很有名的一本書 叫自白心理學裡面有去講述到 所以她太複雜了 就是人會說謊 你說自白說也是說謊一種類型 所以她需要專家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說 她讓這個心理學專家 她們有一些指標跟一些特徵反應 她會做一些策略跟觀察 這包括人的性感 比如說這個人的性感 順動性感是比較高的 所以其實她並不是一個可信度鑑定 這個講得對 在她採訪的心理中 她說沒辦法量化 你說她的這個公訴的內容 可信性 百分比是給我 60、70、70、85沒辦法量化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人講話 在那一次的講話 比如說某個名字 有哪些的因子的存在 會造成錯誤的因子 指出那個因子 比如說環境 訊問的口氣壓力 這些都是會造成她做錯誤陳述的一些因素的因子 所以綜合來講 她會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說 以這些那些所觀察 或是她的 尤其她們在鑑定的時候 會要要求看完整的訊物過產錄影帶 那錄影帶還要去做一些心理的訪談 甚至包括清流 那個做得很細 正信哲案 當結局再審檢察官司提了 是指用槍彈見面 排大法院研究所的問題 其實在同一時間 也不是同一時間 晚一個禮拜 檢察官先出手 律師第三部替再審的時候 其實手上有一個題目 就是排大心理學教授 趙玉山教授對正信哲做的 關於她自白的心理分析 那心理分析後面的結論就是說 她觀察到她當時在警察宇宙做這個 她沒有講到星球秘工 她不做這個星球 你畫面看出星球秘工 沒有 但是她從所有的審訊過程的筆錄 比如說複合性的答案太多了 你當時拿知識可他槍 對 你當時開槍槍對嗎 對 換言之就是說 那個獎人能夠提供的資訊很少 資訊都是問的人提供的 這個時候她就會認為 這是一個危險的問題 因為被問的人 如果在某種情形 比如說順動性高的 不敢去提抗 然後在那時候沒有力氣在旁邊 這個時候她可能 有沒有被打不曉 但是她會附對她的情況 你把那些問題拉掉以後 那個筆錄只有Yes或No 其他沒有 這種情形他們就會認為是 比較高風險 高風險係數高的 風險係數 錯誤風險係數高的因子 而這個也有那個高風險係數 那個也有 加從前來後她會認為說 這一份筆錄自白錯誤的可能性高 但她不會想說可信性高 可信性高 我要講的意思是一樣問題 她們心理學在發展上面也發現 司法是應用嗎 司法在問人這個過程裡面 問的環境 問的人 問的問題 問的技巧 問的內容 會影響到答案的產出 各位要想哪些人這種錯誤自白的 風險係數高 小孩 是吧 智能不出聲 理解能力有限 表達能力有限 所以在美國 我真的這樣講 他們控制篇復的方式 像智能錯誤一樣 碰到這種兒少證明 碰到這種智能不足的證明 對不起 她只有一次機會問題 理論上也是如此 你一直反共問她 又不再考試越考驗厲害 不會啦 那東西越講越越亂 所以在只有一次機會底下 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去問 那是要被訓練過的人才能去問 挪威它甚至已經發展到 像這種性經案件 因為兒少人跟智能不足被訓練案件 她只能不離職 她不可能在法庭的交互 就會沒辦法擔保這種正直的可信信號 我問過 完全無可擔保 所以她講了 因為小孩不一定說 她只是講的不準確 如何在適當的環境下 讓智能不足跟小孩 說出一個可明是事實的事實 那要有方法 那不是隨便抓一個警察說 送到警察去國 小孩被人家怎樣 隨便抓一個警察 今天努力只幫你去問 那一定是一場災難 所以像在挪威他們已經認識到這種眼睛一樣 有兩個 第一個成績情況 非常嚴格規範能夠訓問的人的能力跟條件 還有 什麼能問 什麼不能問 非常嚴格 所以它發展出一個訓問規則以後 你沒有按照那個規則的問 後面評價就是那個東西都不能用 它寧可不能用次 它可能被誤了 而且錯誤可能一開始就造成 比如說你前面指認錯誤 你再拉到法庭說 那個請問這個證人 在你的被告是不是當時侵犯你的人 這個人已經在警察局被指認過 你想在法庭要怎麼指認 花承輝我都可以認得他就是他幹 好啦多年後 DAA出來以後 怎麼會多 怎麼花承輝都認了 DAA就不是他 對不起 因為警察誘導我 那種誘導的時候非常厲害 警察在修律過程的誘導 你們不能想像 指認制度它用雙網到什麼程度 就是說 去進行指認協助指認的人 不可以是懲罰行程 我可能抓到疑犯私人 我現在把人找來去進行指認的過程裡面 你來指認 我不能來其他人指認 為什麼 因為我可能在這個過程會暗示你 相片中的或列隊指認中的 我會啊 比如說 你開始指認 看到這張相片 我可能 真實的案例是這樣 相片指認到這一張的時候 旁邊的警察忽然停止不進 就被人家去 事實上是認錯的 因為老百姓進了警察局 你叫我指認他會一定給你答案的 警察抓到兇手 我看到警察抓到兇手 我不給答案 我虧欠警察 警察都不辛苦 我虧欠警察 所以他一定會給你 他會看你 你如果是看這個人 看得非常 嗯 那可能在他的延遲跟動作底下 就要不要亂去做 所以他採取雙碼 有他的道理 他的道理 就是透過一樣 剛剛講的那句話 透過嚴格的程序操作跟控制 避免費用 然後後面的司法是審查什麼 不是審查他講的 指認人對不對 是審查你的程序有沒有做到 你那個流程有做到位 基本上他的可信你不會拿到 你流程沒有做到位 對不起 丟到垃圾桶 你要負責 為什麼 你沒有按程序 沒有按程序 沒有按程序 這事情就不用 所以你們理解美國的正當法律程序 要從這個角度理解 不要以為他很笨好不好 美國人一點都不笨 他們那個很總長 繁瑣的checklist 像房呆機制一樣 一乖乖的一個一個標準動作做 因為我就想做一個 山西產品一樣 所以這一點 你們有沒有付錢給我 我只要那麼多老子 我來講一點點 其實 沒錯 就像榮律師講的 其實是要鑑定那個人的薪資狀態 像裡面書裡面不是有一個 太太說她被憲燈打 後來跑到那個憲燈 還被去做那個保護管處 然後換到那個精神裡面去 其實去鑑定了太太 那太太是自己也有什麼樣的 一個陷害性的那些 那我先 我等一下那個 我先回答那個 同學剛剛問那個策謀 其實策謀就是用付錢把錢 那剛剛榮律師說 沒有錯 你沒有義務要接受策謀 可是大部分的被告 剛剛法官講 然後問他說 你要不要策謀 每個人都不敢說不 對不對 沒有人就說不好 要就是模範 對不對 那我再教你一個方法 你就說你有信到義務的策謀 我先說 你不要策謀 你不要策謀 你為什麼他不會立場 說什麼 你就直接說 他那時候 這個 搞不好這樣他把他來一點囉 你如果 你要開始 你如果有帶律師的話 你就說 這我不帶董謀 問我的律師的意見 然後律師說 你以後我的專業啊 不能吃我 我被告雖然很擠文傳 也很願意吃我 那是有律師的啊 我 我只能夠有律師 我是很想策啊 但是對不起 我花錢長律師 但是我聽到一種 都不敢吃 那是有律師的啊 我 我常用這一招 不用策謀 因為我根本就不喜歡策謀 而且策謀 為什麼不會是科學證據 就是 就剛剛你一直講的 科學證據的重點是 它有在線性 也就是說 你不管在任何時刻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換一年 明年隔年 測起來都一樣 DMA就是這樣 你不管什麼時候測起來 他就是你兄弟 他就是你兄弟 他不會敢 可是測謀 你今天沒有睡好 你就變成說 你今天有心臟病 你就 有時候有的人真的有心臟病 你自己不知道沒有心臟病 對不對 有心臟病的那種不能測謀 因為測謀是用敷電反應的 有心臟病的人叫我心臟病 我就測謀解緣體 我就不用測謀 簡單的講 那個測謀就是 你今天測跟明天測會不一樣 那這個就不會是科學證據 所以你那個 還記得嗎 那個馬面 打那個 打正 那個 他被測四次 因為前面三次測起來 他都沒說謀 然後那個高德馬 就非要死到測到 他有說謀 那一次 後來真的就測到 第四次有說謀 好好就是你開槍 你開槍 這種證據跟1.1都沒有 然後馬面又不敢說不要 就怕律師不敢說不要 因為每次被抓在測的時候 一直測 那個我就不可以 所以你就用著理由 就躺在說你不想測就好了 因為每個人都會怕說我不測就那個 因為最高反而自己被測往設了一個大標準 遺棄正常 人員專業 然後什麼 什麼 最後一個 同意性 然後同意性 其實簡單來講就只有同意性 其他東西你能檢驗嗎 你能說我要看那一天的儀器對不對 你要看那個人專業嗎 他跟你說我測過100次 100次又怎樣 100次都錯了 所以那都沒有意義 所以根本不需要去做測往 不過就從來不接受測往 我覺得我們台灣一定要改變這個 但是那個一定要 最好反而變更他那個盤權 那個所謂的大藥劍就可以測完 那你測完還絕對要改這個東西 後來不知道 大家都在搞測完 然後 然後 剛剛那個指紋也是 像我們採的是最高的國際標準 要12個國際標準 12個特徵都符合才能算 那 大陸 中國大陸採的是8個特徵就符合 所以杜師兄貴 所謂的膠帶上留下的那個指紋 大陸的鑑定結果就是有8個特徵指紋 那個如果在我 我根本不能說那個 死杜師兄貴的指紋 可是突然 我們這個時候用大陸的8個 真的不行 我們自己放棄我們自己的14次 我記得是13次 13次的那個標準 對啊 就各國自己採的標準不一樣 那你就應該用自己 自己國家的高標準 怎麼會去降低用其他國家的低標準 所以指紋也是也會有這個 這個危險 那最後我再回答 看大陸先生講 如果是那種證據什麼 為民原因 然後懷有不疑 看起來好像就是 空犯沒有別的證據 基本上台灣有一個制度 是很多 包括拼募人都很少在用 但是我覺得那個錯誤是要像 也是一個起訴審查 就是起訴審查 我們的161條 第2項到第4項 有所謂的起訴審查 其實那是超德國的 你看那個書就會有些人 他們都懂 他一直講說中間採定 中間程序有沒有 他說德國有4個程序 但是為什麼還是會發生錯誤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警察 偵查 審判 不是應該三個程序而已嗎 德國有4個程序 其實台灣也有4個程序 警察 偵查 中間程序 也就是我們的起訴審查 然後再來才審判 德國的中間程序就是 德國的法官可以先確定 這些證據夠不夠達到起訴標準 夠了以後 我們要下一個裁定 進入審判程序 他才會進去 所以在這個中間程序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說 不到起訴程序的證據 那個門檻 就退回去了 就變成這個案子就不受理了 那台灣其實也有這個制度 所以就應該用這個時候 台灣就要用這個所謂的起訴審查 就是要請台灣去補證據 你如果補證據的話 那我就不受理了 我們台灣的規定是這樣 我們抄德國只抄一部分的條文 德國大概六個條文 我們只抄三分之二條文 我們只抄 我們只抄一個條文 而且只有三分之二的 這樣嗎 那我們用過兩次 比如審查我用過兩次 甲陽官就直接找了那個 那個舊的指針相片說 這個運毒的就是這個 我這個指針 那個相片舊到那個 看不出是誰 然後那個 那個被告條的頭見 甲陽官為了解解他 因為他不管好 他自己不通氣 他就把他起訴 他其實應該通氣抓來 是不是他 他就把他起訴 我就直接說你 你不用補證據 然後甲陽官 不敢補出東西啊 沒有 憋真可以補啊 他補個呼吸特朗 沒有憋真 那我就把他補 我就把他補 你要敢做 法官要敢做這個事情 那甲陽官都摸鼻子也不認真 那臺灣的東西很少 因為是 有法官 法律官定額法官用後 用郭輝以後 結果那個甲陽官是可以看不到的 所以就又回到我說 我們上帝神 法官就是很少 現在也可以上帝神了 現在就接 好自己來 對 就要幫他自己來 上帝神法官就不支持嘛 他就喜歡支持甲陽官 各位可以看到五官 四度四官 為什麼都會這樣 就是 高等法律 最怕法官法官還是改不了那個心態 他要保料站在檢警那一邊 他的心態就還是保障 實在在那邊 這個書上就有寫 因為有一段寫刷 寫得精采 因為實在是又懂不到 大家一定要看這個書 你給你解釋 他就講那個 講出那個德國法官的心態 還是依賴檢警 相信檢警 然後被檢警牽就走了 沒有這些的失誤 所以才會變成 才變成這樣 那 我也是因為是一個 跟誰的教訓 那你第二個問題 好像是聽起來其實是假官 他都不想上訴 但是因為上訴 他都不問到 其實如果碰到這樣的話 那就是假官當然是 你所承判他上路過的 就像我在醫生後 假官一起來論到 那個證據看起來 都已經是 就是根本就是無罪了 可是各位知道嗎 假官不敢撤尾起訴 我們假官撤尾起訴 他要 他是這層人解釋 他必須寫 回去寫簽證給主任 檢察官給檢察官 檢察官說好 然後你才來撤尾 看你要等他 下次等很明顯 然後等他你上線 他不會上線 為什麼 公訴主跟偵塔不一樣 他現在要撤尾 公訴說 偵塔官 你這裁判你這應該不罪 你竟然跑 來把他起訴 認為這應該不罪 不撤尾 偵塔官被打死 他扣尾 撤尾 其實主任 他的分支會被扣掉 他當然不要你撤尾 所以檢察官如果沒有努力的論稿的時候 只說一個違法判決 舊子大概是講這樣 說新醫師在交通決定 檢察官如果起來論稿的時候 可能不來是說 請法官違法判決 他其實就在暗示你說 不得了處理罪 讓他 就是 我不敢回去撤尾起訴 所以違法官就犯罪罪罪 那那個到二誰也就是法官 那你就不回上訴 大概是 其實你 你本來應該要覺得是好事 那你錯了 對啊 你教人命就是這樣 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就要回到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 我們的二神假官 因為你講這二神 我剛剛舉的是一神的意思 二神的假官就是因為他常常 仍然不在做教育結合 也就是說他還是非常的職權之力 我只是你常常講他 我們的一神跟二神這兩個事情 就是一神都在教育結合 法官都很努力的去證 或者是說我剛才的假官 還是有一些客官的假官 他會說你就讓他無罪 可是二神的假官 反而就說他沒什麼話 我們兩個都只講他事 他就還是讓二神的法官 自己去做的職權調查 他自己都什麼事都不做 心態是要跟他常常的 就是二神是 你叫你兩隻老的心態的那個位子 那三神認識 我們的最高檢察室 檢察室 那更是養老神 他跟我們完全沒有在一起 所以那個養老心態 跟退休心態 都造成他不太願意去做公訴的活動 所以他其實不做 那這個還有一個心態 是因為二神的法官自己 判職權盡情 他不習慣那個 你講當事的經濟主義 不習慣那個 那個刑事中的薪資 因為92年 定薪資的時候 他可能就已經在二神以上 他從來不會操作 你不想這樣做 他還習慣職權調查 假官就習慣他法官自己去調查 我也不會有二神講 他想要努力 努力 努力 結問跟公訴的方式 二神法官 他討厭他 覺得他不要 就討厭他 來運作 因為我可以 抄個醫生判決 可能就結束了 對啊 然後你不要來 因為我說軍政要求 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 還是我很快就給他擔除 這個是二神的一個 該掃除的舊話 那這個就要透過像 我這種 已經比較 那時候只有我啦 就是我們的青裝被三百二神 都讓他去改變 保護他假官 那這種現象就會逐漸 因為那些所有的老法官 大部分都退休 其實這幾年 確實是司法改革的完結 因為舊思維的很多法官假官 都退休 整個法官假官 現在就換新的一代 那這個新的一代代表 他會接續原來 舊的那些人 教導出來的那個舊思維呢 還是他會引領出新的思維呢 那其實領導人很重要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反對當初那裡的領導人 我們不要把馬上 換你去 我們真的十點了 大家不想說沒有關係 我們最後呢 今天他們還會留在這邊 很好 還會留在 歡迎大家去努力去包圍他們 然後再要結束之前 請大家再給他們兩位 歌麵的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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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還可以繼續留在這裡 然後如果下禮拜三 下禮拜三 還有一場 菲哲文 那菲哲文要討論是關於 政治參與市預算 會請跨國南科的副市長 來 來討論 然後我們台灣也找了 綠蒙跟綠蒙 還有綠蒙的 紅 紅 兩位 兩位朋友 然後一起來語談 然後非常歡迎他到時候看我們 他那時候不會在這裡 我們他應該在台大醫院 那裡有機會 非常歡迎大家 那大家可以繼續留在這裡 謝謝大家 好